三海公民拆良團體 他日前在新聞媒體上發布 有關市長動員基隆二薪的人員 支持挺樑活動的事情 這樣一個不實的謠言 我們認為違反了選法法第104條 所以今天依法 來到地監署提出告發 面對拆良行動團體 最近平民爆料 市長有謝國良利用家族資源 動用企業學校參加顧樑 國民黨金融市黨部主委吳國勝 吳浩在律師陪同下 前往地監署按您提告 市黨部正式提告之外 也召開了記者會 國民黨守護金融小組發言人 鄭立文強調 主副公司透過甲處分 來保全動案商場2到4樓的建物 證明了金融市前任林宥昌市府 漏洞百出 至於NAP他們本身的 這個相關的財產權 他透過甲處分方式 來做一個保全 這裡本身證明了 前任的林宥昌市證 的確是漏洞百出 問題重生 更何況現在已經司法徵結 的確是集體的貪污 所以是林宥昌基隆市證明有錯在先 那麼內閣呢 他才透過官司來做這個甲取分的一個動作 再度證明此事 而政黨民替之後的謝國良政典 從頭到尾都在收爛攤子 都在替之前林宥昌所留下來的 這爛攤子這一批浪帳 在努力的收拾 其實從發起罷免到現在 國民黨針對要告發公民團體 已經現在是發生第三次的部分了 那針對二次庭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那一天公布了這個錄音檔 以及相關發文之後 陸陸續續有非常多民眾也提供他們的對話記錄 然後或是在私訊或是留言上面 表示說其實他們身邊 甚至是自己都有遇到惡性要求 要動員去參加這些造勢活動 或是幫忙宣傳的現象 那其實這些在過去的選舉 都是已經發生過的 那我相信這也是大家 每一個金融人心目中 不好意思 我這段重來 好 好我相信惡性動員選舉這件事情 也是每一個金融人心目中 共同的回應 這絕對不是單一現象 所以對於謝國陽不斷的說 他自己不知情或是不需要 我們認為是非常非常的荒唐的 那這些 出來公布對話記錄 或是說願意提供錄音檔的民眾 其實都有提到 他們擔心自己未來是會失去工作 其實這也間接反映惡性 對於基層人員或是身邊的人的 那個強制力或是 市政府本身公權力介入 有多麼的嚴重 那我們認為在這部分上面 謝國良利用他自己的權力 然後去壓迫這些市民 其實是應該要被站出來反抗的 針對近來八糧團體指控 國民黨金融市黨部 5號正式按鈴申告 希望造謠者為自己的言論負起責任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